这呢是我刚刚高中毕业 刚来西奥的样子 这是我在澳洲读大学的样子 你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吗 所以说大学是走整容院是真的 接下来呢我就会从健身 美白化妆发型搭配这五个方面来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从那女的变成美女的逆袭之路 第一点呢就是健身 老生常谈了 健身不仅可以减肥还可以塑形 我之前的身材呢虽然舒服上是肥胖 但是体态呢确实也不是很好 后来有个假期呢我回到了马来西亚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带着我健身了一整个假期 体态一变好呢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得立马不一样 我当时呢是30分钟的无氧配合30分钟的有氧运动 比如呢跑步游泳之类的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比较适合新手健身姐妹 第二点呢就是美白 那么美白的主要任务肯定就是防晒 我之前呢就是不注重这些细节 有时候大夏天我都懒得去涂防晒 硬生生的就是把自己一个黄衣白给晒成了黄黑皮 脸整整黑了一个度 直到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在涂防晒 我呢一整个大震撼才开始涂起了防晒 在防晒霜的选择呢一定要是高倍数的 炎炎下最差也要选择50加才能抵抗住 春天秋天冬天的话可以选择稍微度数低一点的 如果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记得把帽子都得戴起来 要记住硬防晒才是YYDS 在美白产品上呢可以选择含有烟线暗的护肤品和身体乳 坚持一定会有效果的 第三点呢就是化妆 大家看看我最初的妆容 这个仿佛蜡笔小心般又黑又粗的眉毛 这奇怪的眼线加上完全没有存在感的睫毛 配上一个让人窒息的大红唇 真的还不如素颜 在化妆这方面呢姐妹们一定要勤加练习 找到适合自己的化妆风格 那我是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的呢 首先要判断自己是浓眼还是淡眼 浓眼呢是那种无关比较立体的 而我呢就是个淡眼 找准自己的风格以后就要多化多练习 大家呢可以多关注一些美妆博主 相信熟能生巧这句话准没错 第四点呢是发型 最初的我呢是根本就不会care我的发型 脸那么圆我还要去剪那种短发 后来呢我头发长长了之后去理发店修剪 然后理发师告诉我 其实像我这样的脸型是比较适合留长发 比较修饰我的脸型 找到适合的发型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立马就不一样了 我呢把什么样的脸型 适合什么样的发型总结了一下 姐妹们可以对号入座 最后呢就是穿搭 在搭配上呢我也是下足了心思 有三项需要注意的点要告诉大家 一就是三色原则 身上的衣服整体上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不然会看起来很乱 二上宽下紧或者下紧上宽 比如上身穿了贴身的打底衫 下身呢就可以选择阔腿裤之类的 这样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和谐 三有层次的叠双会更好看 比如高领衫加衬衫 再加一条项链做点缀 提升精致感 平常的话呢可以多关注一些时尚博主 多看多学习模仿他们的精髓 时间久了你就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无论是化妆发型还是搭配 还是要多加尝试不同的风格 只有都试过了才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种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学的时候 勇敢的去尝试完成自己的蜕变 拜拜